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后来化妆品在民间得到了普及 南北朝叙事民歌里就有对镜贴花黄的诗句 中国近代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始于20世纪初 可分为小作坊初期生产海外品牌涌入 本土品牌发展行业整合四个阶段 之后我们会找机会深度解析中国化妆品市场 一 单国际品牌如何练成 如今化妆品行业已发展成集团运营 品牌驱动为主的全球化产业 各大化妆品集团初步确立了霸主地位 如法国欧莱雅 美国雅士兰黛 日本资生堂 韩国爱莫利等 高端化妆品的市场集中度高 以直营为主 欧莱雅 雅士兰黛 LVMH Chanel四大集团旗下的高端化妆品 占据了全球销售额的70%左右 相比之下 大众化妆品的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 世界各国均有本土强势品牌 戏关化妆品巨头的成长史 可以发现大牌的养成 无不经历了岁月的雕琢 保洁 资生堂 欧莱雅 雅士兰黛 分别成立于1837年 1872年 1907年和1953年 产品品质是品牌高端化的必要条件 大集团在产品的研发 设计与监客上 一直保持着不遗余力的投入 以保持产品的高品质 2015年 宝洁 欧莱雅 资生堂 雅士兰黛的研发投入 分别为128 9亿 58 5亿 13亿和7亿元 就品牌策略而言 大集团相对集中的目标客户群 助力了品牌形象的塑造与维护 收购 并购等外部孵化和资本运作手段 更是使集团的运营如虎添翼 据不完全统计 2012年至今 化妆品行业 频繁发生了200多起并购案 为了扩张产品线 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 美妆巨头们 探秀着吸引新兴消费群体的小众 创意型公司 欧莱雅收购 面向有色人种的美国有机 彩妆品牌 Kerold Daughter 陆华农收购美甲品牌 Mirage Cosmetics 雅士兰黛 收购美国顶级的护肤品牌 Ruden Olio Lasso 军事出于此目的 同时 生物科技的发展 推动了大集团 对掌握核心技术设备的 科技公司的吞并 例证包括 美国药装品牌 Skin Medical 收购矿物质 美妆品牌 Colorlessian 加拿大制药巨头 Village 收购医疗美容设备生产商 Solto Medical 雅士兰黛 并购拥有高级面膜专利的 英国高级护肤品牌 Glamblo 此外 渠道整合 是激发并购的一大动因 通过收购 电商品牌 传统零售商能够获取 更多消费者的痛点 洋点和爽点 美国零售巨头Target 收购了线上美容电商Dermstore 梅西百货收购 美容专业零售商Blue Mercury 都是为了给传统的百货环境 增添新的渠道购血 市场破展也是大集团 工程掠地的重要原因 对外国化妆品集团而言 收购他国本土品牌 能打破进口壁垒 并高效地抢占在当地的分销渠道 例如 欧莱雅收购了美籍和 Interconsumer Products 分别打入中国和肯尼亚市场 资本美妆品牌高资 收购彩妆品牌Tart 扩展美国高端彩妆市场 有机美容产品生产商Cain Celestial 为了扩展加拿大市场 收购了护理产品生产商Belvedere 未来几年 资本整合仍将是化妆品行业的主题之一 高端市场稳固 主打高端的化妆品 创业公司崛起难度大 因为高端化妆品的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而且高端品牌经历了长时间的沉淀 用户忠诚度高 资本整合 在未来几年依旧是化妆品行业的主题之一 行业高度分散促使并购频发 巨头化妆品集团通过收购来扩张产品线 整合渠道 开拓市场 年轻消费群体崛起 消费趋势个性化 使一些小众品牌更有价值 02化妆品产业链拆解之生产端的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